三重区正义国小棒球队虽然成军时间不长 但是球队花费了许多时间练习 校方也积极地协助全员们参赛 而日前球队参加了第十届阳明山杯 全国三级棒球锦标赛 就拿到了团体亚军和个人打击第三名 每天下午都会看到三重正义国小棒球队的球员们 努力在操场练习的身影 日前球队参加第十届阳明山杯 全国三级棒球锦标赛 再次夺得佳击 这次阳明山杯我们参加了阳明山杯 然后拿到第二名 那很开心能够从暑假开始训练到现在 那我在接手的一个多月时间 很开心这些小朋友也很努力 然后在家人给的课表当中 全部都有达到训练 才会得到这次的效果 布局团队夺得亚军 球员乌长瑞更是以精湛的球技 拿到了打击第三名 不过他很谦虚的表示 是另外一位球员表现失常 才让他有机会拿奖 就是很开心啊 但是也很意外 因为我们也有一个是在预赛打得很好的选手 但是他在冠军赛可能太紧张就失常嘛 所以他就没办法拿到这个奖 所以就被你拿到了 对啊 乌长瑞这个选手他其实在训练当中 他是很认真一个选手 第一次拿到不错的成绩 记者坊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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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